皮笑人生 哈囉大家好我是Kee 今天的影片就是各位一直狂敲碗 從2020年敲碗到今年的主題 前少女時代成員 Jessica 的新書 Brights 到底寫了什麼? 有沒有影射前團員或是過去的事? Brights 到底是不是 Jessica 的故事? 好 我先跟大家聲明一下 因為少女時代不是要在七八月重新回歸 以完整體慶祝出道15週年嗎? 但是我從五月英文版上市之後 就立刻到博客來預購 但博客來一直沒有貨 我還打電話給陳平 陳平說6月15號才會進到台灣 但一直到6月21號 對 前兩天我才拿到第一批熱騰騰的原文書 所以我真的沒有要故意挑這個敏感時機上片趁熱度 而且我一拿到原文書就硬著頭皮開看 就只想趕快跟你們分享 第一集影片已經跟大家介紹過各個角色 還有書中的幾個爭議點 為什麼少女時粉絲會這麼不滿意這本書的內容 所以還沒有看過第一集或是忘記故事內容的朋友 強力建議大家記得先到右上角複習一下之前影片 我自己也是先複習過才看第二集的 那在我開始之前 還少麻煩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播出很多精彩影片囉 第一集Shyne幾乎是以練習生時期的故事為主 然後結局是DB宣布Rachel將從女團Girls Forever出道 所以第二集的時空背景是Girls Forever出道後的五年 這五年Girls Forever已經變成天團等級 雖然Rachel和團員還是有很多摩擦 但只要一有相機他們就會反射性的擺好Pose拍照 也會在鏡頭面前裝作很輕盡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 欸?上期不是有提到Jason、Rachel、Mina的三角戀事件嗎? 那後來Jason跟Rachel還有繼續談戀愛嗎? 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Girls Forever也出道了嘛 所以DB就安排了一個意外外流的影片 讓Mina和Rachel在畫面裡相擁而起 並說到 永遠別再讓一個男人介入我們之間 所以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那Jason後來跟一位同心出生演員公開戀愛 兩人的感情也被大眾祝福 另一邊DB與之前的縮數團體NNG發生合約九分 DB被控訴 強迫藝人與公司簽長達13年的合約 最後NNG贏了這場訴訟 所以DB的旗下的縮數藝人都要重新簽合約 Girls Forever也不例外 這個NNG很難不讓人聯想到 之前SM和JY這個合約訴訟齁 那雖然Girls Forever他們只剩7年的合約 但DB早就決定好讓成員們在簽約的第七年時發布新聞稿說 成員們為了幸福的家庭都決定再續約三年 以達成十年的承諾 但真相是成員們沒有決定權 公司早就安排好了 在某次慶功宴上 知名娛樂公司SORE的副社長向Rachel提議 要不要當他們新廣播節目的主持人 Rachel很開心但還是請對方與DB聯絡 然後這五年來Rachel的時尚品味也很出眾 尤其是她的機場時尚 Rachel幾乎把機場當作她的runway 還因此被自己非常喜歡的知名設計師 邀到巴黎時尚之後欣賞她的作品 那DB的老闆魯先生答應讓Rachel去巴黎 也同時跟Girls Forever的所有團員說 他們將飛往新加坡和其他偶像們一起參加一檔競賽節目 該節目邀請非常多當紅的偶像組合來一起比賽 包含Rachel的妹妹Lia的所屬團體 當年Lia進入DB當練習生後 因為實力堅強很快就從女子團體SEGO出道 但Rachel的團員Lizzy對妹妹很不友善 原來Lizzy的妹妹也想要進DB但公司沒有簽她 所以Mina和Lizzy看到Lia的時候還忍不住算說 你有看到她剛剛鞠躬的樣子嗎?那根本就不叫一個鞠躬吧! 不過Rachel和妹妹還是很開心可以在工作上碰面 畢竟他們已經很久沒見了 Lia在工作空前時找姐姐一起偷溜出去逛街 因為在新加坡狗仔和偷拍是犯法的 所以他們可以安心逛街沒關係 到了晚上Lia趕去跟隊員練習表演 正Rachel獨自一人在街上閒晃 此時Rachel只有打電話跟她說 她的朋友Alex也在新加坡 他們可以見面認識一下 Rachel以為對方是她印象中的女性友人就答應了 但她萬萬沒想到她將遇到改變她一生的男人 Rachel在前往約定的咖啡廳時 因為她的包包卡在地鐵門上 她一拉就跌坐在一個帥氣男子的膝蓋上 後來Rachel到咖啡廳才發現原來該名男子就是Alex本人 對她記錯了 她記的那個友人其實叫做Alexis 當晚他們在咖啡廳裡香聊勝歡 就好像彼此已經認識好多年一樣 不過Alex沒有接觸過流行文化 所以並不認識Rachel 又在道別時將自己的電話號碼塞在Rachel的口袋 隔天當團員們準備回韓國時 成員們看到某間韓國媒體發布消息寫道 Girls Forever的三名成員昨晚外出吃晚餐時 被粉絲拍到他們與三名男性一起用餐 該報社懷疑他們是三人的秘密男友 DV雖然否認了報導 但三位男子確實是智雲男友和她的兩個表情 他們已經遠距一年了現在只能被迫分手 智雲的下場也提醒了Rachel和Alex的關係 回國後因為觀眾都很喜歡Rachel和Lia在節目上的互動 所以決定幫她們做一檔真人秀 紀錄姐妹倆的真實互動 並同時發行一張雙人專輯 另一邊Rachel雖然很努力而不和Alex聯絡 但只要Alex傳訊息給她她都會開心到不行 兩人大部分都在聊生活日常時 Rachel很喜歡和她漸漸了解彼此的感覺 而不只是粉絲調查 另一邊Rachel為了雙人專輯 打算拿她的藍色小本本練習寫歌詞 卻發現她的小本本被人撕了好幾頁 包含她過往寫的歌詞、畫衣服的草圖等等 正當Rachel為歌詞發愁 Mina居然主動鼓勵Rachel 既然歌詞是你寫的應該很容易就記起來 還在Rachel寫詞的時候給她建議 兩人甚至還一起完成一首重唱歌曲 某天當成員在拆粉絲送了禮物時 Rachel收到她在新加坡一直想買的包包 其他隊友們都很羨慕 但只有Rachel知道這是Alex送的 Alex還趁經又簡訊撩她一波 Rachel帶著新包參加巴黎時裝週 她還在會後派對上認識不少時裝界的知名人物 但派對上有人跟大家說 Rachel拒絕了Vogue的拍是很可惜 但Rachel一直都很想拍Vogue 她從沒拒絕過 她都不懂為什麼公司要幫她拒絕 隔天正當Rachel享受著巴黎日常時 Alex居然出現在她眼前 她因為工作關係剛好在英國 就坐火車順便到法國找Rachel Alex看著Rachel小本子裡畫的服裝草圖 驚訝地表示她很有潛力 但Rachel說她希望能像偶像Carly那樣 為家人騰出時間做音樂和時尚的工作 那應該就是夢想中的工作吧 經過一整天約會後 Rachel本以為Alex會跟她一起吃晚餐 沒想到Alex因為和Carly的老公有聲音上的晚來 就偷偷安排了Rachel和他的偶像Carly見面 Carly在晚餐時跟Rachel聊很多 還鼓勵Rachel可以考慮開設自己的時尚系列 並說到 思考K-POP後的未來和團體本身不一定有衝突 你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和團體往前走 得到滿滿支持和收穫的Rachel 在晚餐後再次見到Alex 男方本來邀她一起散散步 但Rachel沒答應 Alex又說不然你回房間休息好了 結果Rachel說 see 以上都不行 然後就上前吻了她 兩人在獄中浪漫有吻 Rachel回韓國後 本想跟Toyman分享巴黎的事 卻得知Mina拿到Jason出演的電影的配角 然後志云說她要拍攝VOG 這讓Rachel相當震驚 為什麼DB不讓她拍VOG卻讓志云拍 另外善機也拿到了之前向她提議的SOR新廣播電台的主持人 Rachel說她可以理解公司試圖讓團員們平均發展 但是這是DB第二次阻擋了她的機會 於是Rachel獨自找上魯先生並直說道 她想要開創屬於自己的時尚系列 這次去巴黎讓她意識到自己是有潛力進入時尚圈的 但她保證絕不會因此影響到Girls Forever 就像Mina去演戲善機主持電台節目那樣 魯先生答應了還提議有公司來幫她經營品牌 但Rachel不確定讓DB掌控她的品牌是否是對的就拒絕了 於是魯先生跟她說 別忘記你還是我們的旗下藝人 無論你做什麼事情都會對我們產生不良影響 言下之意就是不要讓我們難堪喔 但Rachel也向女孩們說明了自己的時裝系列的事情 大家都很為她開心只有Mina很諷刺的酸她說 真人秀雙人專輯現在有一個時尚品牌你真的忙得過來嗎 但又要求她絕對不能影響到團體 只有Rachel一邊跑團體行程一邊發想她的時裝系列 Alex也利用人脈成為Rachel的得力主手 不過其他成員很不滿意公司偏袒Rachel的行為 因為有人想要開設烘焙YouTube頻道卻不被允許 另一邊真人秀也開拍了 雖然反應很好但某次拍攝時 Rachel意外得知除了她以外 團員們居然都在排練 後來經紀人說那是非正式的練習 Rachel猶豫再三後決定趕去排練 Mina卻酸說 我以為你忘記我們 希望以後不要養成遲到習慣 屋也偏縫連夜雨 當晚Rachel淚灘回到家時發現自己的愛包居然不見了 她很想要質問隊員們但已經是深夜了 經過一整天的委屈之後Rachel打電話給Alex訴苦 Alex幫她打電話訂了一碗飯店房間讓她可以好好休息 Rachel這才意識到她已經愛上她了 之後Alex和Rachel說有個知名國際商店想和她合作 所以他們將飛去香港與廠商開會 不過在這之前 魯先生接到報社詢問 之前Rachel住飯店是不是為了見秘密男友 經過Rachel否認了這件事 但這也讓他和Alex在香港的行動更加小心 所以他們在香港期間幾乎都是在南方的公寓度過 Alex還向全家族介紹說Rachel是他的女朋友 與廠商開完會回到韓國後 成員們被邀請出席Mina的新劇試飲會 結果Rachel在試飲會上遇到她之前在巴黎認識的攝影師 攝影師很熱情就把她抓去跟兩位男主角 Jason還有宋劍舞拍照 這讓Mina非常不爽 她不懂為什麼今天這種場合 Rachel還要搶走她的鋒芒 其他隊友也對她非常失望 尤其是恩蒂 恩蒂對Rachel說宋康武是她的男友 但當她看到宋康武和Rachel合照時 誤認為男友對Rachel有興趣 還想要斬隊這段關係 於是Rachel向恩蒂坦言 她現在在跟一個叫Alex的男子交往 恩蒂才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甚至提議要來一場Double Date 經過Rachel和恩蒂的縱密計畫後 兩對情侶成功在餐廳一起吃飯 恩蒂和宋劍舞的互動很甜蜜 似乎是真的墜入愛河 晚上後Alex和Rachel離別時在車上狂吻對方 Alex還跟他說 之前香港國際商店確定要和她合作了 沒想到隔天早上 魯先生就叫恩蒂和Rachel到她辦公室 並秀出電腦上恩蒂和男友結吻的照片 他們被報社威脅 如果DB同意讓他們發布正式報導 承認兩人的戀情 他們就不會公開所有照片 但報社並沒有拍到Rachel和Alex的照片 所以魯先生請Rachel來 就是要她親眼見證 這種行為的後果是什麼 那恩蒂當然很不平啊 為什麼我們是Double Date 卻只有她一個人受到懲罰 因此和Rachel埋下了心結 那恩蒂甚至在後來的表演時 故意用鞋子的後腳跟撞Rachel的腳趾 Rachel很難過 但同時她也接到爸爸打來電話說 他們搬到清潭洞了 這樣他們就可以跟女兒們住了 Rachel的父母為了能夠離女兒近一點 每日熬夜工作只為了搬到清潭洞 因為清潭洞很貴 Rachel到爸媽家之後很開心 猶豫再三後 他決定回別墅跟其他女孩們說 他要搬去跟父母住了 離別墅只有5分鐘的距離 那成員們並沒有反對這件事 不過Rachel在打包行李時 發現包包居然回來了 但上面的皮革已經裂開 有明顯使用過的痕跡 但Rachel也問不出一個結果 Rachel搬回家後 不少媒體寫到 Girls Forever的Rachel Kim要單飛了 有消息指出 她早就不滿其他8位成員很久了 她從沒有走出Mina、Jason和她的三角關係 甚至有目擊者說他們偷聽到別墅有動靜 隨後Rachel就拿著行李衝出來 但Rachel搬出去後 她與團隊的工作情況確實有好轉 新品牌的包包設計也順利完成 不過為了避免與團員不合的謠言繼續傳開 Rachel主動提議要舉辦團體的6週年慶祝活動 DV也讓Rachel當主持人 並要來一堆媒體 讓大家親眼見證女孩們的友誼 玩站時在沒有攝影機的狀況下 女孩們難得很真誠地在包廂裡聊幾天 Rachel也多次說到 不管發生什麼事 她們一起經歷這麼多年 她們就是一家人 所以晚餐最後Rachel將自己設計的包包優先送給成員們 因為她們總是一起度過重要的時刻 Rachel的包包開賣後反應相當熱烈 她也開始為品牌跑各種活動 結果某次Rachel從上海回Soar時 隔天剛好是其中一位成員媽媽的新咖啡廳開幕日 DV安排成員們都要到 但Rachel忘記色鬧鐘遲到了 讓成員們都很不爽 認為Rachel現在把品牌看得比團體還重要 後來Rachel接到另一個服裝品牌邀請 要飛到瑞士拍攝新的滑雪服系列 魯先生答應了 但還是提醒她要記得優先順序 但Rachel從經紀人口中得知 成員們在她推出品牌後 曾帶著她們的父母一起去找DV 她們全體宣稱 不知道Rachel有做時裝系列的計畫 但Rachel一直都有跟她們分享時裝系列的進度 所以後來DV也允許成員們發展其他事業 之後有成員請Rachel到別墅 久違的跟其他人敘舊一下 沒想到一進到別墅 女孩們就直接跟她說 我們都覺得你不再忠於這個團體了 Rachel否認 她說自己這幾天雖然很忙 但她總是將團體放在第一 成員們請她證明 並要求說 直到她們與DV的合約結束前 都必須擱置品牌的事情 但合約到期還有4年啊 Rachel的品牌才剛起步 怎麼可能就這樣放掉 但Lucy回到 但Rachel的認知是 除了咖啡廳的開幕事件之外 她從來沒有遲到過 而且其他女孩也曾因為自己的個人項目錯過活動或表演 為什麼只有她被針對 Rachel請團員們給她點時間思考 立刻讓姊姊去問Alex的意見 但Rachel說她有責任自己做決定 才不會愧對成員 正當Rachel飛往瑞士時 Rachel看到手機跳出一則消息寫道 Rachel Kim的神秘男友被曝光 有傳聞說 恩弟和男友宋建武當時的晚餐約會 Rachel Kim也在 但她還沒有被拍到任何照片 不過根據匿名舉報指出 她們認為Rachel Kim的秘密成員是Alex Chan 因為當Rachel在新加坡拍攝節目 在巴黎參加時裝週 以及後來飛到香港開會 全先生都和女方在同個城市 全摩羅公司也是Rachel時裝系列的投資者之一 Rachel很詫異 這個消息來源只有Alex和她的家人以及她的團員知道而已 難道是她的團員放消息嗎? 工作人回到飯店後 Alex打電話給媽媽 並坦言 她覺得Alex就是那個對的人 但全世界好像都反對他們在一起 聽完媽媽的建議之後 Rachel打算跟Alex坦白心意還有最後通牒的事 但她發現Alex一整天都在遭受攻擊 不論是事業還是網友說 Alex破壞了Girls Forever 並說Rachel搬離別墅就是為了跟她的同居 所以Alex一直在思考該不該為此發表聲明 怎麼做才能對Rachel最好 並表示她已經愛上了Rachel了 但Rachel沒有回應 而是先跟Alex講最後通牒的事 Alex很驚訝 她認為團員們應該是你的姐妹 沒想到他們卻要你從你愛的事中做抉擇 如果是因為時尚或是覺得時尚產業太難 而放棄她不會說什麼 但如果是因為害怕冒風險擔心別人的想法 那我們的人生永遠無法達到自己想要的地方 所以Rachel決定做會讓她快樂的事 然後兩人當晚也滾床單樂 回到別墅後Rachel告訴團員們 她不會放棄她的時尚系列 也不會退出團體 那成員們有人鬆了口氣 有人痛氣 也有人感到生氣 Lindsay和Mina等人說 所以你要無視我們的話 堅持做你想做的事情嗎? Rachel說 為什麼我們就不能互相支持對方呢? 還說很感謝大家的關心 但錢標打擾她的私生活 白話文就是 你們憑什麼放我和Alex的消息啦? 但恩蒂認為Rachel太自私了 自從Rachel開始發展她的時尚品牌之後 設計師們都不願意和她們合作或是代言 因為她們認為這個利益有衝突 Rachel的行為深深影響著團體 Lindsay還補槍說 如果我們早就知道你在幹嘛就不會同意了 Rachel就非常激動的說 可是你們早就知道啦 我不懂為什麼你們一直說 不了解我的時尚計畫 但我一開始就跟你們說了 最後女孩們不歡而善 接下來幾天他們雙方也躲著彼此 但團員們還要為接下來的LA演唱會做準備 彩排時間是從早上6點 但Rachel6點02才到錄影室 Mina說你遲到了 Rachel卻說你們應該還沒開始吧 Mina說我們是否開始並不重要 但這是一個原則 我們都知道LA演唱會有多重要 我們都準時出現 但你總是拖到你想來的時間再來 Rachel反駁 Mina也曾因為拍電影錯過七唱演出 但團員們都沉默了 沒人幫忙說話 Mina酸溜溜的說 隨便我們開始吧 我們不能再浪費時間等Rachel公主了 接下來兩個小時 排電狀況非常糟 變換對型的時候他們一直互相碰撞 每個人都不在狀況內 尤其是Rachel出錯的時候 Mina就會特別生氣 為什麼你都不記得你自己站的位置 晚上團員們各自回家休息後 Rachel本想要打開Snap App看看Alex的位置 這樣他就可以假裝他們之間的距離並不遠 卻意外看到八位女孩都在同一個地點 DB總部 Rachel向經紀人確認他們晚上沒有排練後就入睡了 結果隔天早上 魯先生傳簡訊跟Rachel說 有急事請帶著你的母親到DB總部 Rachel本以為是和Alex是被公司發現了 但他和媽媽進辦公室後 發現魯先生和幾位DB的高層主管都在 魯先生說他們要求這次的會議不能錄音 並說到從明天起你不用再參加團體的活動了 很抱歉這麼說但Rachel 你不再是Girls Forever的成員了 登登 Rachel相當錯愕 他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魯先生說其他八位成員有去找他們 他們說你的時裝系列使你蒙蔽了雙眼 如果你去LA的演唱會他們就不會去 所以公司才做了這樣的決定 Rachel不敢相信 隊員居然就這樣毀了他的指揚 他覺得自己被家人背叛了 魯先生說公司會對外宣稱 你生病了無法參加演唱會 但Rachel一想到粉絲會對他失望 還有他只能被迫接受DB的聲明就感到難受 所以儘管他很擔心自己會像之前的前輩們那樣被封殺 但家人和愛人都鼓勵他說出真相 所以Rachel發布貼文說到 親愛的Annever們 我被毀滅了 作為Girls Forever的成員 一直都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也是我人生的真愛 但現在由於沒有任何正當理由 我被迫退團了 Rachel聲明想當然有炸鍋了 粉絲旗下還以為是他的帳號被害了 但DB發布聲明說 比起Kpop Rachel選擇了史上 就連Alex也捲入這場混亂之中 人們認定是因為Alex Rachel才會離開團體的 雖然有不少支持者站在Rachel這邊 但也有不少粉絲責罵他 沒多久DB宣布要推出子團體LM 由Lizzy和Mina組成 他們的主打歌甚至是之前 Rachel和Mina一起寫的那首重唱 而且只算專輯的每一首歌 都是Rachel當初在小本門上面做的歌曲 不過蘇黎的解釋 按照法律來說 DB確實擁有藝術家在簽約期的任何音樂相關版權 所以就算Rachel是原創的 DB也可以自由使用這些歌是沒問題的 後來Rachel的昔日好友找上她 並跟她說 當初她離開DB準備在另一間公司的團體出道 沒想到有出道前夕公司向她剔除 她媽媽為了讓她出道 答應公司她會付公司要女兒做的每一項整容手術費用 後來好友成功出道了 但她也因此得到創傷 她讓不出鏡自己的自己也不再相信任何人 好友說到 根據自己的選擇改變外貌是一回事 但別人逼你改變才讓你繼續追求你的愛又是另一回事 好友現在的所屬團體成績表現不錯 所以她跟Rachel說 她親身證明了 就算跌落谷底生活還是會好起來的 此時Carly也打來關心Rachel 並跟她說Rachel有一場solo表演要準備 而且退團事件意外打開了品牌的知名度 有更多設計夥伴想找她合作 最後Rachel在機場大大抱住Alex 她不在乎了 甚至在車上勇吻Alex並跟她說我愛你 因為她決定做回自己 雖然有人會因此不喜歡她 但只要有一扇門關上她就會再找另一扇門打開 那Rachel也決定出演solo舞台 結果舞台上Rachel看到粉絲用LED燈拼出自己的名字 她熱淚盈狂 因為之前Rachel曾說過一位歌迷讓她哭了 但後來職業絕代她只會用職業笑容對待每個人 但現在她懂了 她的歌迷仍然可以讓她流淚 她們依然是最棒的 那最後Rachel忍著淚給歌迷一個微笑 一個最真誠的微笑 第二集的故事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好的聽完Frights的故事人人報之後 我相信大家有非常多的想法 不得不說小時候劇情和Jessica的人生經歷實在太像 因為Jessica之前確實有和妹妹Crystal合拍真人秀 然後後期也建立了自己的品牌Black & Eclair 我不確定是不是這樣唸 還有最後她的退團事件和聲明 都會讓人很難不去聯想 欸 這個故事真的是虛構的嗎 那我個人不算Sauce的粉絲啦 但可以理解Sauce的粉絲和Jessica的粉絲 看完這支影片之後會想要互相討論 好啦我覺得留言區應該血流成河 那不管你對這本書的內容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在下方理性留言 不要吵太兇好嗎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不要忘記 記得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別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Answer和Facebook喔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我跟你們說我昨天錄這支錄到半夜三點 然後還想說喔好開心我終於錄完了 結果今天早上在剪片的時候發現 後半段的檔案全部壞死 然後我今天在錄的時候外面一直狂打雷 我沒想一句話就 已經半個小時左右了吧 超崩潰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Brice的後續消息 我也可能會在我的Answer上面不定期分享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追蹤我的Answer喔